大家好 我叫林子惠 然後今年四九歲 然後綽號大家都叫我操勞 對 格格是進來之後才有綽號 那為什麼叫操勞 笑起來就知道了 大家好 我叫張晨諺今年二十歲 沒有綽號 林子惠加盟統一後 被球迷取了格格這個綽號 現在江晨諺也被冠上了小燕子 一起當環珠格格 其實兩位格格的淵源 還要追溯到青磅時期 18U的時候吧 就是那時候 可能因為主導權不是在 我們自己的母校 然後我們剛好去的時候就是 會比較常找一些 就是外校一起進來 就是球員聊天之類的 非常好 進來之後比較 比較常聊天 因為我比較不懂的話問他 消息沒有到那麼好 交情沒有到那麼好 那時候沒有到那麼好 那現在 這可能是朋友 現在叫好朋友 準備要加入統一前戲 林子惠透過臉書向學長拜碼頭 並且加速培養感情 就是希望這位年紀大他三個月的學長 可以多多傳授他一些球隊中 特別的妹妹嘎嘎 有了紫薇的加入可以一起當年紀最小的菜鳥 對小燕子來說應該很開心 已經加入職棒將近兩年的他 當然還是要給新來的一些實質上的建議啦 保持身體健康 相信對兩位年輕左頭來說 是除了交出好成績以外 在漫長球技中另一項重要課題 期盼兩位前力十足的年輕新秀 能夠彼此交流精進球技 將來成為統一師的霸氣左頭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我來看你